大家好我是新南记者明文敦 最近最大的国际新闻就是安倍晋三被刺杀了 经过对嫌疑人山上彻野的初步调查 行刺的原因是因为对安倍不满 嫌疑人认为他的母亲受到了韩国统一教的蛊惑 以致家财散尽 而安倍和该教走得很近 他本来的目标是统一教的高层 但是他没机会接近 退而求其次就只能刺杀安倍 统一教是啥教啊 红茶还是方便面啊 安倍和他是啥关系啊 在介绍这个所谓统一教之前呢 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宗教在我国被认定为邪教 不仅仅是在我国 在法国等国也不认为统一教是一个宗教 统一教的全名有点长啊 最早教名是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因为他的创立者文先鸣呢 最早是基督教的信奉者 宗教也是以基督教作为蓝本 在添油加醋加以变化创立出来的 这个宗教现在的全名叫 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因为相比于创立之初强调灵魂不灭 幸福永恒宣传说辞 现在更强调的呢 是通过建立理想家庭来使自己得到神性 这个名字和内核的变化其实特好理解啊 因为时代不断的变化 每个人的需要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他利用大家的精神需求来引导空虚和迷惘的人 归一门下 我看了他现在的官网 整个感觉就像是一个婚恋网站 都是啥单身能在这找到幸福之类的宣传语 但是其实很多单身不仅没在这找到幸福 反而断绝了获得幸福的可能性 要开始介绍这个宗教 首先还是得从他的创立者说起 文先鸣 原名 文龙鸣 192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 10岁开始全家人信奉基督教长老会 据文先鸣自己描述啊 他在15岁时 上帝就任命他为全人类的父亲 不是这玩意有任命的吗 他还曾说我比上帝更伟大 你比太神都弄比 改名为先鸣 就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先鸣 我感觉他是受到了朱元璋次朝鲜国号的启发 朝日先鸣对吧 成人之后呢 已婚的他在朝鲜平壤 强行与女信徒金某结婚 被金某的丈夫告发 文先鸣以重婚罪 被判刑五年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 他四季逃往韩国 并在1954年建立了统一教 随后又携信徒前往美国传教 1960年 40岁的文先鸣与17岁的妻子韩赫子 结为夫妇 自虚为圣婚 文先鸣夫妇在统一教内 被信徒称之为宇宙真父 宇宙真母 接受信徒的膜拜 不知道为啥说起这两个称号 我脑子里都是 其实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教 因为当时我看了一本书 叫秘密社会 里面讲到了统一教的集体婚礼 那个真的是震撼我一整年 这个婚礼又叫配婚 这些个新郎新娘的结合 全部是由文先鸣随机指定的 他们结婚不是为了爱情 而是为了生育所谓的 无缘罪的子女 达成扩张神世界的使命 为啥我前面说在这单身 也不一定能得到幸福呢 2017年6月5号 华盛顿优报登刊卡拉琼斯的文章 报道了他被文先鸣指定配婚 参加统一教集体婚礼 度过了长达16年没有爱情的婚姻 化妆师兰尼巴里 从小生活在一个信奉统一教的家庭 父母深受教主文先鸣的影响 并由文先鸣通过配婚 指定结成夫妻 这样的结合并没有给家庭和孩子带来快乐和幸福 兰尼巴里很早就对统一教给自己和家庭造成的伤害 感到厌倦和痛苦 所以发自内心的憎恨文先鸣 在统一教和谁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之后定居在哪 什么时候生孩子 事无巨细 都要服从教会的统一安排 你还觉得幸福吗 除了集体配婚呢 统一教捞钱也是一把好手 文先鸣告诉信徒新人必须带三人以上加入统一教 方能成为献身者 献身者还需要捐钱捐物 无偿劳动 还被硬性的摊派销售任务 将鲜花呀 生茶呀 蜂蜜呀 这样的东西 以数倍甚至十倍于其值的价格推销给他人 教会告知成员要为祖先的罪孽赎罪 为上帝和人类受苦 赎罪的方式之一就是奉献金钱 私自拥有财物是自私的 有罪的 而文先鸣本人呢 却住在纽约的豪华别墅里 坐拥数十辆豪车 经营着几十家市值 共计约15亿美元的公司 据韩国媒体报道 他在韩国的商业资产也达到了16亿美元 当然安倍刺杀案的凶手 山上彻野的妈妈 也是文先鸣的无数供养者之一 也因此而家财散尽 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 这安倍跟他也没关系呀 其实有点关系 上诉到上世纪60年代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也是日本首相 在通过某种渠道认识了文先鸣之后呢 二人因为政见一致 一拍即合开始了结盟合作 这里的合作实际上就是互相利用 文先鸣为岸信介派去无偿的竞选工作人员 帮助自民党开展竞选工作 岸信介呢 则保障统一教在日发展 就连安倍的父亲 安倍晋太郎 在选举的时候 也十分的依赖这些统一教的工作人员 在政治力量的保护下呢 70年代统一教在日本生根发芽 四处蔓延 到了80年代 日本提供了全球统一教会收入 约五分之四 到了安倍这里 虽然和统一教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 但是安倍和世界和平协会有交流 统一教前成员 美国邪教研究专家史利文哈桑 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了 世界和平协会就是统一教的一马甲 根据华盛顿优报的报道 安倍晋三还曾出席2021年9月 统一教的相关演讲活动 你们可能要说了 这邪教的触手也太长了吧 其实还有更长的 统一教在韩国办了一所大学 叫先文大学 这可是正巴金大学 文理科都有啊 社会承认 资料显示呢 以前曾经是有神学方向的专业 但是现在我没查到 办大学的都是基本操作啊 在美国统一教办了一家报纸 叫华盛顿时报 不是华盛顿优报啊 这家媒体在地区上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有时候也胡咧咧 在西班牙有一家 叫世界新闻的报纸啊 在韩国有一家叫世界日报 总之这些个 都是为统一教立场说话的媒体 文贤明在2012年去世了 他的遗孀韩赫子 和他的儿子文亨靖 开始争夺教会的权利 你儿子哪能干得过 这宇宙真母啊 韩赫子把儿子在教会的职务 基本全撤掉 气到儿子和母亲 直接断绝关系 自己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东部 买了一块地 自立门户 叫世界和平与统一圣所 除了传统艺能坑钱 和集体婚礼 还有更绝的 他们搞了一个叫 先祖解放的仪式 仪式期间的成员 穿着相同的衣服盘腿坐着 在教会领导者的指导下 就自打耳光 教会领导者告诉他们 这样不仅可以治疗精神疾病 不孕症 癌症 同性恋 以及解决婚姻困境 等等等等 因为文亨进是枪支的狂热爱好者 就逼着大家在集体婚礼的时候呢 带着那个AR15步枪 行到深处 还得朝天花板放几枪 参加各种仪式 那都得带个半自动 他在荒郊野岭 建了许多所谓的教堂和宿舍 还在周围种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花和植物 甚至还包括人参 等会儿这个 我怎么好像见过这个画面 我是期刊记者冰冰冰 如果你觉得视频盖是得劲麻烦动作销售一键三连 以后还更